淡海轻轨捷运市营运的第一天 虽然有些状况发生 淡水又只有低温14度 但是依旧不解民众搭车的热情 宇州体验轻轨首航 一早到了上班通行时间 有许多人来体验轻轨 民众说原本就住在新市镇里面 都是骑机车通行 但是因为今天下大雨 刚好可以搭捷运来通行 真的是非常方便 淡海轻轨在独天晚上通车典礼之后 今天开始开放民众免费搭乘一个月 六点半开始首发第一班车 极具历史异议 虽然淡水清晨低温 只有14度又下大雨 但是不解民众搭车热情 雨中体验轻轨首航 一早到了上班通行时间 许多人都来体验轻轨 民众说住在清市镇 原本都是骑机车上班 但今天有了轻轨又下大雨 刚好可以搭乘捷运通行 很方便 我淡海一山站上车 冰海一山站上车到这边 大概18分钟 你平常都怎么去通行 平常骑摩托车 那今天下雨刚好可以搭乘捷运 对 因为开车通话已经塞了 红树林太塞了 所以我这次在计时看看 通行到台北要多久 所以你刚刚感觉如何 高架路段还蛮快的 高架路段速度蛮快的 然后冰海路平面的话 比较慢一点 哇 太好了 真的想不到我们这个设备 如何的新颖真的叫人家很感谢 通常你再上车 我们从北新站上车 你们是要去哪边 我们现在要到台北去 我要换捷运 很感动很感动 就是淡水这种地方 有这么新颖的设备 按钮的话 按钮开门你觉得会习惯吗 还好 还OK这样 还OK 但是有一件事情需要改进 里面没有输入国语的 全部都是用台语 民众表示他从义三站上车 到红树林大约18分钟 他也趁这个时候来算一下 通勤时间是否可行 而另外也有民众特别来 续续搭乘轻轨的感觉 认为轻轨不只是通勤可以取用 大片的玻璃窗 看到的更美的风景 沿途景点更是一条观光路线 但还需有民众表达不同看法 认为轻轨行许太慢 必须改进 我觉得非常的慢 而且要上班的人 还要这样转车 到这边还要30分钟 我不知道新北到底在搞什么 弄一个这样的轻轨 到底依什么 除了观光以外 老人做以外 到底有什么益处 从哪边上 新市一路站 上班 对 所以之前都是用什么 983 公车 我觉得真的很吓趴 在台北没有这样的感觉过 跟搭捷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我觉得我好像要到另外一个世界 未来的世界 我觉得非常的舒适 何况我觉得住在新北市还蛮幸福的 嗯 其实特别来搭乘 对 今天特别搭乘 因为有吉敏的一些东西 等一下就是每一站都会下来拍一下吉敏 民众表示轻轨从最后一站砍顶到红树林站就要大约24分钟 认为太慢太浪费时间不如搭公车 而另外对于轻轨必须自己按钮开门上下车 民众觉得虽然必须自己动手 但还算可以去习惯它不至于不方便 而是营运开放首日上班尖峰时刻 就吸引大批人潮 而未来轻轨在正式收费之后 也会调整班距以及车速来符合民众需求 记者许多安音 再次三方报导